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i,Jerran,你好 今天繼續幫我們聽眾 關於避尿系統上出現的毛病 有時會發現有些病人或聽眾 可能因為尿道發炎,或之前提過的診療 或者是前列腺的肥帶 令到小便時,想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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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卻無法去,但卻無法去 有時還要有痛症 在中醫所謂的女急內重的情況 這些情形在臨床上的同類療法 可以怎樣幫助患者呢 什麼叫淋漓? 我英文叫Strangulary 什麼叫淋漓呢? 主要是一種突然之間療不能療 或者療得很辛苦,很急 但又是流出來滴滴滴滴滴 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膀胱受了感染 或者可能因為壓力 或者我們盆腔的肌肉比較弱了 或者尿道感染本身 可能我們那個活躍肌比較弱了 或者我們整個膀胱系統的肌肉都比較弱 這個原因可能因為情緒、氣絲底里的關係 緊張,不知為何突然間療不住 或者背後有痛風或者傷風 或者有膽石或者山蟲 有時伴有下腰背痛和卓熱 去小便或者之後有這種症狀 也會看到尿會出現一些濃液 或者年紀大有些精液 和尿化會處理很多這方面 其中一個尿劑 第一種是Aconite napilis Aconite是烏頭 烏頭尤其是用在一些突然之間出現 有些嬰兒出生不久 突然出現這種症狀 當然你也很突然很痛 病者會覺得很害怕 大叫大哭 這種情況我們會想像是烏頭 例如小孩子的症狀 另外一個是Tarenbathina oleum 就是蟲子油 蟲子油 小便時有灼熱和鋁急內臓的情況 尿也會有蛋白尿 還有一些紫蘿花的香氣 尿的沉疊物也有咖啡渣 顯示血球有些受損破壞 這叫做蟲子油 另外一隻Canterus vesicatoria 就是斑茅 也是很强烈的小便 窩出來的尿又有氢又熱 差不多一滴一滴的消熱的情況 然後Mercurius Corrosibus Mercurius Corrosibus 是蟲子油 這是一種水鈴 症狀是持續性強烈的尿急 尿是灼熱的 而且都是一滴一滴的 水鈴的症狀很多時候會出汗 異常性出汗或者流口水的情況 這是Mercurius Corrosibus 是蟲子油的症狀 接著是Capsicum annual 是辣椒 红椒 通常都是 鋁急内重 很辛苦瘀 瘀不了 想瘀也瘀不了 尿到口很消烈的感 尿到最初是点滴下来 慢慢地慢慢地流 要很大力很大力 才能弄出汗 另外一次是Canfora officinalis Canfora是僵脑 这种抽痛症狀 突然之间摸不了 Canfora有一个情况是很怕冻 不知什么原因 它是一种冻得很厉害的症狀 接著是马前子 马前子是常用的 我们的蜂蜜 经常会用得到 通常都是尿频 尿是想瘀也瘀得不顺 想瘀也瘀得不顺 但又去不了 当然有灼烈 撕裂的痛 尿都是要点滴的 马前子是比较常用的 跟着是Benzoic acid Benzoic acid 笨酸 尿的颜色经常会变 而且有一种味道很难闻 很臭 尤其是在年纪大的人 这个尿剂比较适用 跟着是Nitricumacetum 就是烧酸 烧酸尿的较少 臭、深色、尿像马尿的颜味 这个就是Nitricumacetum 这个症状 接着是Cannabis sativa 大麻 也是急的痛 尿有时摸出来是分叉的 尿本身有种很温的感觉 而且是我们的活跃肌膀 有突然间收缩这种痛 这个就是大麻 其实尿剂也有很多 有时可以找到一些症状 但基本上症状都很相似 痛、急、安不住 很相似 所以有时我们也要了解背后 例如Aconite 有时可能天天一冬 有时小朋友、BB 我就想定这一种 年纪大的人 我就会想Benzol Acid 尤其是Benzol Acid 是很臭的 尿很压味 你想想Benzol Acid 或者Nitro Acid 就是这两个的选择 马前子是文明人 一般人很薄杀的人 那种症状 最主要是想去摸 但又摸不到 急急的感觉 而大麻就看到尿分叉 其实每个疗剂都有独特之处 急症的情况效果是很快的 当时遇到很痛 基本上是15分钟一次 如果两三次没有效果 基本上是可以转 如果有效果 有很大机会 一剂两剂 在半个小时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有时 当然我尽量辨证 有时辨证得不到 你手上有些疗剂 也用一下它 因为不会用坏 最多是没有效果 但如果有效果是很快的 谢谢袁医生 刚才说过这个症状 主要的情况是想去摸 又摸不到又引致很痛 什么情况引起的时候 如果经常发生的症状 应该找一位专业的理发医生 找袁医生做一个更详细的诊证 就可以知道了源头 对症下药 如果不是刚才介绍了疗剂 袁医生也将有几种重点 可以提出给大家 如果万一没有再发现到这些问题 尤其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 这些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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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不是在成年人 那些临利 小朋友也有机会 如果有及时用到的疗剂 可能引致的问题 也很严重 所以希望大家收听完之后 家中常避了疗剂 就可以达到有鼻无患的情况 真的遇到问题时 可以及早医治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